我们先教各位怎么切割视窗 刚刚我们有看到是四个视窗的 但是那个是固定不能调的 OK,你可以两个视窗 你也可以三个视窗 在Blender里面呢,很弹性 所以呢,我们进入Blender之后呢 我们为了展现那个不同的面向 还是改成一个猴子头 那改了猴子头之后呢 我们来分割视窗看看 而且要切视窗 那它的方法呢 是在这个下面跟上面中间有一条分隔线 这个分隔线上面呢,按右键 按右键会出现一个功能表 出现一个功能表 它有area option,Spring area和join 我们用Spring area就是切区域 然后你切完之后就变这样 那就变两个视窗 再切的过程,再切完了 那你也可以再切 再切就变三个 那你可以按T呢,去取消这个旁边的tool bar 或者是让它显示出来 这Blender很多键都是取消显示 取消显示 那你可以这样乱切,切这么多个 OK OK,当然很少人会一次用到这么多个 一般来讲两个到三个就很正常 那如果你切过头了,怎么办 切过头了,你还可以把它并回来 一样按中间这条线 然后它会出现功能表 按join 然后选择你要哪一个并到哪一个 最后点下去就好了 就并回来 好,所以你可以显示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视角 好,所以呢 请你练习分割视窗 一分割为二,分割为三 这样子一直分割 那另外是要合并 六合并为五 五合并为四 那来,我们会操作给各位看 会操作 这应该是合并,这边写错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我们这一个画面 我干脆关掉好了 因为从来比较好 那我们的blender呢 在这个blender foundation这里 嗨 什么问题吗 分割等一下 我们现在要讲 来,现在我先把这一个删掉 按X,Delete删掉 按Shift A呢 新增一个猴子头 好,新增上去了 OK 其实我这样新增不太好 我先删掉 我先切到正式角再新增会比较好 新增一个猴子头 这样会正对着我们 好,那这时候呢 我不想要这个object tool 我按T把它取消 这里范围会比较大一点 接下来请注意 我这边是不是有 是不是有一条线 有没有,这两层哦 这一条 有没有,按滑鼠的右键 会出现这个 AreaOption 滑鼠右键 我再试一次 在这边 它会出现一个上下的键号 按滑鼠右键 会出现一个AreaOption 里面有一个Sprey Area和Joint Sprey Area就是切割 Joint就是合并 OK 所以我按完Sprey Area之后呢 它会多出一条线 我希望把这条线放在哪里呢 我就放在哪里 假如我想切对等的大小 就这样切 就变两个了 好,这样清楚吧 那如果不要两个呢 我按Joint 那它会出现一个键号 你把它放在哪一边 它就会并回哪一边 OK 我再做一次 滑鼠右键 按Sprey Area 切两边 好,当然这样不是我们要的 你不可能两边都是要看同一个角度 所以呢 你可以这一个是正式角 那我这边呢,我切顶四角 view的上面切top 就变顶四角 那这样还是不够哦 因为往往我们会希望说 有正四角 有顶四角 还有右四角 对不对 再切 这时候切呢 你就不是放在这中间了 是放在这两个中间 我如果要切的是这样对切的话 对,我就应该放在这两个中间 再去按Sprey Area 那你可以切这边 你可以切这边 那你要切哪边 切上去 OK 是不是就又变了两个 好,那变了之后 我应该还是要再切一下它的四角 像这个 我刚刚有顶四角 有正四角了 那我现在用右四角 右四角 那这一个呢 你也可以切 那我把它切成 OK 再切一次 那这边呢 我就让它变成相机四角 OK 这样子就几乎是我们刚刚 一开始的CodeView 四个的情势 但是这四个 每一个都有功能表 跟原本的CodeView不一样 只有一个有功能表 现在是四个都有功能表 OK 那我可以再切 再切 再对切 再切 再切 再对切 OK 你可以切得很乱 觉得切得太乱了 怎么办 一样 在这个线上面 按右键 然后呢 按Join Area 它会把它并回来 这边呢 再按Join Area 会把它并回去 OK 又回到四个视窗的模式 如果今天觉得四个还是太多 再按Join Area 把它并回来 OK 那这就是我们的视窗切割的方法 和合并的方法 那为了这个之后 对你后续做很多东西 你想要几个视窗 就会比较方便 好 那这个是视窗切割的方法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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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